一向我在立法會做立法會員的時候 都非常支持一個香港的版權 特別是香港的版權 應該要尊重各方面 無論是創作音樂或者是創作節目 但這次惡搞這個 是有少少矯枉過正 因為這個惡搞一般來說 他是有一個所謂惡搞的人也好 他不是完全複製原有創作的 他在原有創作的基礎下面 是要有一個所謂的演變也好 或者扭曲也好 而是將它再做這樣 這個已經跟原創作來講 概念上已經是有相似 但是不一樣 而將這個惡搞這件事 變成一個規管的行為上面 這個是有少少危險 也應該把所謂版權持有人的權益 和使用者的權益 是失去平衡的 版權來說一向都比較著重 就是要防止一個所謂複製的行為 而惡搞已經是超越一個 已經不是一個簡單複製的行為 因為立入這個惡搞的人 是需要有原創作 也需要那個原創作者 是有他自己本身的創意 不可以將版權人的利益 視為是絕對的 所以大家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在這個階段 要多再作諮詢 全面諮詢 聽取多方面的意見 然後才進行立法